這座樓梁 看到我深厚的這座橋樑沒有 它叫花江峽谷大橋 它建成通車之後 將比現在的世界第一高橋 北盤江第一橋還要高出60米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座大橋 正在建設之中 已經快要建成通車了 我們也可以看到前面的橋墩上面 有一個塔吊 真的是太佩湖那邊那麼高的地方 它們竟然敢爬上去 要是我爬上去 估計要尿褲子 它們竟一點都不害怕 在上面辛勤的工作之中 勤勞的建設之中 真的是太佩湖那邊向它們寂靜 我們還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條峽谷 這條峽谷就是花江大峽谷 它深厚縱橫 宛如大地被碎葉劈開的一道類橫 在峽谷之上這一座展身的橋樑 正在逐漸的結束 建設者如同無意的勇士 攀爬在這高雄的橋墩之上 穿梭於半空之中 它們的汗水揮灑在這片土地上 它們的機會在峽谷中閃耀 都說世界橋樑看中國 中國橋樑看貴州 果然沒有錯 貴州省內共有2萬多座橋樑 其中排名前100名的高橋之中 貴州竟然佔了一半 比較出名有像世界第一高橋北盤江大橋 它的高度是565米 還有霸林河大橋它的高度是370米 以及鴨齊河大橋它的高度是450米 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大橋 那麼為什麼貴州要建這麼多的高橋呢 貴州是一個喀西特地茂的省份 擁有非常多的高山峽谷、河流 其複雜的地形給交通帶來巨大的挑戰 也正因爲如此 貴州對於大橋的建設有著迫切的需求 過去連面在出行與貨物運輸上 常常面臨著艱難的阻隔 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交流 為了打破這種困境 實現區域的互聯互通 貴州大力發展橋樑建設 這些橋樑不僅僅是交通設施 更是連著貴州與外界促進地區發展的重要紐帶 剛才還是晴空萬里 沒想到現在突然下去拿暴雨 看到沒有 前方天空是陰影密佈 鮑魚正在往我們這邊下過來 馬上下到花江峽谷特大橋了 糟了 我家裡面的衣服還沒有收 我要趕緊回家收衣服下雨了 剛才還是晴空萬里 沒想到現在下了這麼大的鮑魚 還好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得雨了 風也大 魚也大 大鮑魚啊 哎呀 那個橋頓上還有功能在上面施工呢 那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啦 下這麼大的魚 貴州的天啊 真的是殷勤難測 剛才那還是晴空萬里 沒想到突然下起清平大魚 剛才那我看到那個橋頓以及塔條的上面 都有功能在那邊施工作業 突然下起這麼大的鮑魚 不知道他們在上面有沒有躲魚的地方 他們真的是太厲害了 那麼高的地方都敢爬上去 所以要是我啊 爬到上面去 估計都要尿褲子 我們看一下這邊 哇 好多人都跑到這個地方來躲魚了 這裡呢 還有當地的村民在這邊 擺攤賣一些小吃 這裡呢 有個觀景台 在這個觀景台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這一座花江峽谷特大橋 實際上去年我也來過這裡 當時我也遇到了鄉村阿泰 跟他在這個地方拍了這一座世界第一高橋 現在我們來回憶一下 阿泰 你也來這裡啊 林哥 這麼巧啊 巧 我也是剛到沒多久 你剛到沒多久啊 早知道我約一下你了 真的是 趕緊上來小聲點了 你也是來看這座正在修建的世界第一高橋啊 對 我已經聽說很久了 今天也是第一次來看到 還在見哦 非常震撼 對呀 我也覺得非常的震撼 你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一個塔吊 看到沒有 嗯 實際上我最佩服的還是 塔吊上面的那一個人 你看那麼高的地方 要是讓我爬上去的話 我估計都會那樣 對 太嚇人了 對 對 那個上面就是空落落的 對吧 整個就好像在太空的這個感覺 是不是 是的 哎呀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嗯 它這個橋的話從那個橋面到水面是625米是吧 對 相當於220層而高 嗯嗯嗯 但是那個塔吊上的話可能就差不多快1000米了 哦 應該是有的 你看 橋面就是底下的那一個面 你看我們看到這個橋面 對 對 對 難道它這個塔吊上面還要比那個橋面高出那麼高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周圍的風光也是非常的漂亮 底下這條叫花香峽谷 嗯 嗯 呃 它就像被碎葉劈開了一道裂痕 是不是非常的壮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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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對面那裡有個懸崖村了 是不是啊 哎 你看到沒有 那个地方不是一条挂壁公路吗 就是这个桥的正下方有条挂壁公路 这里有一个悬崖村 这个村庄你看看 那个后面全是悬崖峭壁 对不对 包裹住的 那边也包裹住的 然后它的下方是大峡谷 也是阻隔的 也就是说那个村庄的人还不少 他们只能通过悬崖站道出去 以前可能都是与世隔绝的 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看 原来真的是那边还有举着房子 那真的是佩服这些人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么一个 感觉是看起来非常危险的 一个地方来生活呢 我真的是想不通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以前大家都喜欢到山里生活 这个古代的话就是不太平 所以大家就选一个偏的地方 慢慢的就生根发芽 就在那个地方居住几百年了 原来是这样的 也有可能是以前为了躲避战乱 然后找到一个人家 找不到的地方来生活 应该也是这样 也有这种可能 你看到我们看到前面的景观 是不是特别的壮观 你看前面那些连绵布局的山峰 一座接着一座 你看每一座都是像一个小山包一样 难道真的不配合大吉兰鬼斧神工的创造力 对对对 这个对面就是典型的贵州的卡斯特地摩 对对 非常的漂亮 对 虽然大吉兰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人类的机会更厉害 你看在这么大的一个峡谷之中 这么高的一个地方竟然能架起这么扭的一座桥梁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对 现在中国的建桥技术那是世界一流啊 对 而且很快 而且修得好啊 对 这样的桥也就只有中国才建的成 对 你放眼全世界一到哪 它也没有这个技术 它也建不了这么高 也就是说我听说到明年可能是六月份还是八月份 这一座桥就要通车了 就是说现在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通车了 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速度又快建的又好 对对对 而且我们贵州的建桥的话 它这个技术也是被逼出来的 就是因为地形地貌太难了 都是大山 你根本就过不去 然后呢 这个现在建成的这个桥梁 大概前十名有五座都在贵州 对 前一百名有一半在贵州 对对对 因为贵州呢 省内目前呢 有两万多座桥梁 它被称为桥梁博物馆 对 所以说还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世界桥梁看中国 中国桥梁看贵州 对对对 贵州那是因为 它特殊的这种地形地貌 阻隔了 两岸人边的来往 所以说它必须地建这么多大桥 你看以前 如果我们从桥的这一边 这个高山要去到对面的那边 要绕樱岩 基本上要走好几个小水才能通过去 对对 现在这个桥梁一建通啊 两分钟解决 从这边过去 吹一开过去就到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样呢 呃 我相信这一座大桥的通车啊 肯定会为当地的经济 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不对 也会 也会成为世界桥梁洗上的 一五一颗璀璨的明珠 对对 是不是 对 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 而且现在从这个地方倒横到对面 要五十公里 要五十公里 走路的话 如果我们不行的话 要去到对面的村庄 我们得起码三四个小时 因为这里要下到峡谷底啊 嗯 这叫上千米的峡谷啊 对 下去了之后再爬上去 你想想 多远 问题是底下有没有桥 你下去还得游泳过去啊 像我不会游泳那 过得去吗 对对对 对不对 而且那个江水好像也是挺汹涌的 对对 嗯 我已经看到了底下的那一条峡谷 确实是非常的壮观 嗯 对啊 怪不得贵州 真的是 素于公园省基层 走到哪里都是景气 到时候这个大桥一建成的话 乡村这边又会成为一个新的 网红打卡地 对对 尤其是它这里啊 对 你看这个桥建成了之后 嗯 它下边又有挂壁公路 嗯 那里又有悬崖村 我觉得这里会火的 对 肯定会大火的 嗯 也希望说以后 大家都来到这边打打卡看一看 来感受一下贵州的这一种壮观的景色 对对对 欢迎大家来贵州 对对对 欢迎大家来贵州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个地方 啊 跟乡村阿泰相遇上了 哎 那你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啊 接下来也准备就在山里转转吧 哎 那要不这两天我们一起吧 可以 对对 真的很复杂 饿个蛇啊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到处转转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我将跟乡村阿泰一起去西处转转 然后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一座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峡谷特大桥的通车 这里呢 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峡谷特大桥 在旁边呢 到时会收到很多的观景台 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参观 感受一下 这些世界第一高桥的魅力 好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